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关注中国最高法院丢卷门事件 王林青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的二审结果 王林青本人则亲自讲述了这个案件的更多细节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2022年6月20日 据北京法院官网的消息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王林青 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上诉一案 依法公开宣判 博会其上诉 维持原判 同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还对向王林青 行贿的赵发奇等人上诉案进行了宣判 均博会上诉 维持原判 而在2022年的5月7日 财新报道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 宣判了被告人王林青受贿非法获取国家秘密案 对王林青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举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 对其受贿所得财物及其资息依法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在推特上账号名叫胡逸律师的账号称 最高法院原法官王林青案一审宣判之后 王林青不服判决结果向更高法院提出上诉 并委托胡逸律师作为其二审的辩护律师 经过会见王林青本人月券等 他于10天前向上诉法院提交了12000字的书面辩护意见 主要对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进行了无罪辩护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6月20博会上诉维持原判 而更多关于这个二审的细节则是 在当地时间20号下午3点 他们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进行了视频宣判 赵发吉的家属说全城法官只说了一句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 判完我们能看到赵在说话 但是完全听不到赵的声音 他马上就被强制带走了 他的弟弟想跟法官说 想和他的哥说句话 而法官说不关我的事 公开资料显示王林青出生在1974年7月是山东 烟台人本科毕业于烟台大学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商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学博士后 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 是中国政法系统第一位双博士后 在2016年荣获第二届首都十大 结出青年法学家的提名 还曾以最高法院办案标兵身份 被人民法院报报道 从事民伤事审判20年 裁判文书网显示 王林青参与审理的案件 停留在2017年是最高法院二级法官 不过在原额制改革的推开之后 他没有入额 2018年末 随着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微博爆料 最高法院丢卷门事件引发 舆论的巨大关注 此后 王林青的两段自诉视频出现在网络 王林青称 2016年的11月 他在承办陕西凯奇赖案二审时 法院二审的一本证券和一本附卷 却不一而非 并称自己在办理的另一期 山西省的案件中 因拒绝相关人干预案件 被打击报复 2019年的1月由中央政法委牵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成立 对相关问题展开调查 此后发现所谓的卷宗丢失 系王林青本人故意所为 王林青因此被查 华尔街电视获得一份长达40分钟的录像 在视频中 王林青本人亲自讲述了这起案件的更多细节 我叫王林青 是山东烟台人 现在最高法院工作 在最高法院民意厅 已经任职十多年 我想汇报的是 在我审理的两起涉及煤矿 纠纷的煤事案件中 存在着 个个别利益集团 利用司法裁判决 攫取不法利益 以及 对我个人实施打击报复的行为 首先我想汇报的第一个案件 是 陕西省榆林市凯奇来公司和西安 地址判查实际院 合作判查 合同纠纷的案件 这个案件呢 凯奇来公司和西刊院 签订了一个合作判查合同 对波罗的地区的一个煤矿 进行了合作判查 之后发现这个煤矿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 仅千亿元 凯奇来公司就依据合作判查合同 要求西刊院将探访权转让到凯奇来公司名下 但是西刊院拒绝了 凯奇来公司就在2005年向陕西省高级法院提起了诉讼 陕西高约做出了一审判决 认为双方合作判查合同合法有效 探访权应当转入到凯奇来公司名下 西刊院构成了违约 这个案件一审判了以后 西刊院不服 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发回了重审 原因就是陕西省委员政府在背后干预了这个案件的审理 陕西省政府曾经应最高法院的要求 向最高法院致函 如果探控权归凯奇来公司 将会造成陕西省社会不稳定 最高院在这种压力下 就把这个案件发回了陕西高院重审 陕西高院在重审的时候 又重新做出了一个一审的判决 认定双方签订的合作勘察合同 无效 凯奇来公司不服 就于2011年上诉到最高法院 由我来承办这个案件 在我承办这个案件的过程中 陕西高院负责民意厅工作的副院长曹建国 带着民意厅的领导同志 两次到最高法院来 为这个案件说情 他们说是受陕西省委省政府的压力 并且是按照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指令 来到最高法院说情的 希望能够做出有利于西开院的判决 但是我们都委婉地拒绝了 那么在这个案件的二审的过程中 由于存在着法定的终止事由 所以从11年受理案件到15年左右 案件基本上处于一个终止诉讼的状态 16年年初 这个案件进入了实际性的审理阶段 2016年年初 最高法院分管民意厅的院领导 杜万华专委把我交到办公室 详细地询问了这个案件 问我这个案件的具体的案情 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焦点 以及我个人对这个案件 大概是想如何处理的 等我都一一做了汇报 杜万华专委 当时跟我说这个案件标的额很大 双方当事人的矛盾非常激化 要求我务必把案件实施搞清楚 把证据搞确凿 争取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同时呢 他还跟我说 这个案件呢 我们明一听 不能最终做主 应当报给院审委会研究 那么到了16年 4月底左右 杜万华专委又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 跟我探讨这个案件 是否有法规从审的可能性 我当时我跟杜万华专委汇报 我说这个案件 法规从审的可能性不大 原因就在于2012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了 民事诉讼法 其中第170条 明儿规定 一个案件上诉了以后 上诉法院只能发回从审一次 而这个案件 我们曾经已经发回过了 如果再要重新发回去 可能就与民事诉法177条 的规定相违避了 杜万华专委听了以后 位置可否 让我回去再仔细研究一下 那么到了2016年5月份 我们合议庭 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合议 形成了一致意见 我们认为 一 凯齐来公司和西刊院 双方签订的合作勘察合同 是合法有效的 应当受到保护 第二 西刊院在这个合作合同中 确实存在的违约行为 第三 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 探矿权 实际上在2005年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已经以65号文的名义 实际上批准了将探矿权 转让给开启来公司 因此在这个案件中 我们应该把这个探矿权 判给开启来公司 那么这个合议的意见 我们所合议厅三位成员 都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呢 我就形成了合议笔录 再入了复决 到了2016年 11月 这个案件呢 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接到了 杜瓦华专委的通知 要求我们和一厅成员 和厅领导一起去他办公室 杜瓦华要听取这个案件的 审理情况的汇报 一共是前后听取了三次 专门汇报 第一次汇报 我们 由我把这个案件的 这种详细的案情 做了汇报 汇报之后 杜瓦华问我们何一厅 是否研究过了 我和他回复研究了 并且我把何一厅的研究意见 也向杜瓦华做了汇报 第二次 杜瓦华又通知我们 何一厅成员和厅领导 一起到他办公室汇报 这一次杜瓦华提出来 到底发挥从神的可能性有多大 让我们每个人都发言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仍然坚持了 之前给他汇报过的 的意见 我个人认为发挥从神 有被遇民宿法的委定 我个人还是不倾向发挥 那么何一厅的其他的成员呢 也认为发挥从神不太好 当然 在场汇报的也有通知了 也认为发挥从神是可行的 比如程庆文厅长就认为 民宿法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在这个案件中不能适用 发挥从神呢 也有利于最高法院摆脱双方当事人的这种矛盾之争 那么把案件发挥陕西高院 能否维持一身判决 第三个方案 如果改判 法律依据在哪里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杜三伟要求我们通过这三个方案 把这个案件的处理的可能性 以及针对三个方案的法律依据和可能引发的社会舆论 让我们形成一个完整的报告提交上去 那么第二次汇报了之后 我就按照杜三伟的要求 形成了一个该案三种处理方式的一个方案的报告 竟听领导审核后报给了杜三伟 在这个方案中 在这个报告中 我一一分析了这三个方案 我个人认为 维持陕西高院的一审判决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这个合作勘察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而陕西高院的重审的一审判决是认定无效的 显而和事实与法律不符 那么第二 能不能法律重审呢 我还是坚持了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民俗法170条在本案中是适用的 是具有数据力的 所以发挥重审是 发挥重审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而且这个案件我们在2011年就已经立案了 到2016年年底已经五年多了 如果再一次发挥重审 且不论当事人是不是满意 最起码 社会上也会对最高法院的这种处理方式 产生很大的疑问 第三个处理方案呢 就是如果是改判 如何改判 我们在这个方案中提出来 这个案件是能改判 改判就是判决合作 判查合同有效 探矿权呢 应该判给开起来公司 原因就在于2005年 陕西省国土资源厅 以65号我们同意将探矿权转让给开起来公司 同时西开院构成了违约 这就是我所形成的三个方案的处理的意见 报复了杜赞维 那么这是第二次汇报 第三次汇报呢 就是在2016年11月的下旬 杜赞维又把我们合议厅成员和厅领导 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杜赞维在这次汇报中提出了 对这个案件的一个全新的处理的思路 那就是认定双方签订的合作 勘察合同有效 并且合同继续履行 但是探望权党在判决中不涉及 而是让双方当事人在继续履行的过程中去协商 或者是交给陕西省政府自己协商解决 这个处理方式的核心就是 如果在继续履行的过程中 陕西省政府同意这个探望权转让给开起来公司 那么就把探望权转让给开起来公司 如果陕西省政府不同意转让给开起来公司 那么这个探望权呢 就不可能给开起来公司 那么这个处理方案呢 实际上就回避了双方所增益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探望权的归宿问题 杜赞维告诉我们 这是他的一个想法 并且呢他的这个想法 也之前也跟周强院长做了汇报 周强院长对这个处理的方法呢 是非常赞赏 也表示完全同意 杜赞维问我们在场的人 这种处理行不行 是否可行 那么因为这种处理方式方案呢 是由杜赞维提出来的 而且呢 周强院长都认可 所以我们在场的每一位人呢 都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那么杜赞维就要求合议厅 按照这种处理方式呢 回去尽快的合议 然后呢写出判决来 那么第三次汇报完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准备按照杜赞维 在第三次汇报中提出来的思路合议 并形成判决 那么每次到杜赞维办公室去汇报的时候 因为这个案件 标的而巨大 社会关注度高 当事人双方矛盾计划 并且这个案件呢 我们院领导高度重视 所以我对这个案件的这种保命 工作和案件的保管工作 我都非常注意 2016年呢 我个人承办的案件很多 而办公室中的柜子呢 根本容纳不了 把所有的案件容纳不了 所以呢 大量的案件 我基本上都是堆放在办公室的地上 唯独开奇类公司和西看院的这个案件 我格外的重视 专门把它放到保险 专门把它放到工作柜子里面去 那么在第三次汇报结束了以后 我就要打算按照杜赞维的 起草判决书的时候 打开柜子一看 这个案件呢 一审卷宗都在 但二审的政府卷呢 竟然都不翼而飞了 当时我就很慌张 赶紧的把办公室中 地上的卷 包括办公室中 鸡脚嘎巴的地方呢 都好好地找了一遍 就没有发现这个卷宗 那么我本人呢 也没有把卷宗拿回家去的习惯 但是呢 我还是回家 把家里给搜了一遍 结果是根本没有找到 我又把办公室又重新地找了几遍 最终仍然找不到 这个时候我感觉到 事态非常严重了 就去跟我们的民意厅厅长 程新闻汇报 程新闻 倒是很镇静 他让我回去继续找找 我回来以后又找了一下 还是找不找 我就想 会不会 把卷宗遗忘在了杜三伟办公室了呢 于是我就 请求程庆长和杜三伟联系一下 问我能不能够到他的办公室去 看看是不是 一溜在那里了 后来程庆长告诉我 杜三伟听了以后很恼火 说卷宗怎么可能落在我的办公室里 第二天 杜三伟到外地出差了 我又去找程庆长 请程庆长能不能联系一下杜三伟的秘书 让秘书把杜三伟的办公室打开 我去找一找看看 程庆长就跟杜三伟的秘书联系上了 秘书就把杜三伟的办公室的门给我打开了 我进去了 翻着了一下 也没有发现这个卷宗 回到了办公室 我反复的在撕存这个事情 始终感觉这件事情非常的蹊跷 一六年我承办了那么多的案件 许多的案卷都堆在地上 都没有丢 怎么可能 这个卷宗是专为放到工作柜里面的 竟然能丢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我想到了一五年 我们院的办公厅 给我们院的每一层 办公楼的每一层都安装了摄像头 我想如果能够调取这种摄像头中的监控物像 或许就能够发现 到底这个卷宗丢掉的真相 所以我就赶紧的去找程庭长 把我的想法给程庭长汇报了 程庭长让我跟保卫处联系 我跟保卫处打电话 说了想调取监控录像 保卫处答复的是 只能由廷领导亲自来调取 那么我个人呢 因为是丢失物品的人 无权查看监控录像 我就把保卫处的反黑意见 赶紧向程庭长汇报了 程庭长当天中午 就只身一人 去了保卫处 调取了院宗 调取了摄像 之后我赶紧去找程庭长 问查看监控录像的结果 程庭长告诉我 第三次汇报案件 那一天 我带着案件 从杜庄维的办公室出来 中途还到过程庭长的办公室 那么到程庭长办公室之后 我又拿着券 又回到了我自己的办公室 这些呢 在监控录像中都有显示 但是 第二天的录像呢 竟然坏了 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也就是说 卷是怎么丢的 头天只能能够看到 该案的二行政府卷呢 我是带回了办公室 但是卷从此怎么丢的 却无法查清了 程庭长的这个答复 我感觉是很 很有疑惑的 因为那是我们院里 安装不久的监控 设想 怎么说坏就能坏了呢 而且那种监控录像本身 我们是平时是没有人去接触它的 不可能说坏就坏 但是明朗 告诉我 说说坏了 那我也只能 责任倒霉 那么 后来 我就去找程庭长 我把我的这种 疑惑 提了出来 我说 为什么监控录像 早不会晚不会 偏偏我在丢卷的那天 就坏了呢 程庭长 安慰了我一下 然后呢 又指配庭里的几个书记员 又一起到我的办公室 帮我找卷 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那么卷中丢了以后啊 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 杜三伟和程庭长 也在不同的场合中 表示 丢卷的事情 非常严重 让我等着处分 让我等着处分 所以我每天呢 就在那里消极的等着处分下来 同时呢 因为丢了卷 我也不适合再做这个案件的承办人 所以 我主动的提出来 要求更换 该案的合议庭成员 我本人不适合 再继续承办这个案件 那么程庭长报给了杜三伟之后 很快领导就批罪了 这个案件 又重新更换了合议庭成员 并且重新开了厅 做出了宗审判决 丢卷了以后 我听说 程庭长指令 这个案件的书记员唐倩 重新 制作了一个二审的政府券 至于二审政府券 里面有什么内容 因为我本人也不是承办人了 所以我也没有看着 倦宗 本以为丢卷这么严重的事情 处分是早晚的事 但是呢 最终这个事情 竟然不了了之 既没有给我处分 同时呢 甚至厅里开会 也没有对我提出任何批评 这个事也就这样结束了 那么开启来公司和西刊院的这个合作勘查 合同纠纷 在2018年的1月份 形成了二审的终审判决 也就是按照杜赛委的这种处理的方案 形成的 判决做出了以后 虽然我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了 但我仍然关注着这个案件的进展 我听说 我们民意厅 曾经提出了一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认为 我们所做的二审中心判决 不具有可执行性 那么 这个报告后来 经周强院长批示以后 我们法院执行局 又通知了陕西省公院执行局 这样一来 这个案件呢 就不具有强制执行的可能性了 只能依靠于双方当事人的这种自觉旅行 这就是 我在审理 陕西凯切来公司和喜刊院 合作勘查合同纠纷一案 所经历的遭遇 我再汇报一下 第二个案件就是 关于申理 王健刚和王永安侵略出资权纠纷一案 2012年 山西省的王健刚和王永安 两个人 也是因为一个煤矿的产权问题 发生了争议 起诉到了山西省高级法院 山西省高级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认为王永安侵犯了 王健刚的出资权益 所以 煤矿的采矿权呢 应当归王健刚 所有 从而判决王健刚 胜诉 王永安败诉 王永安败诉了以后 就不服山西高院的一审判决 就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 这个案件 也是由我本人承办 我接到了这个案件不久 王永安 就通过 一些人找到我 要求 我在这个案件中 能偏袒 或者是倾向于王永安 并且许诺 给我巨额的金钱 我当时就明确表示拒绝 拒绝之后 不久 我们最高法院纪检所办公室主任 严长林 给我们当时的副厅长 程新闻打电话 要求我带着倦宗 去给他汇报 王健刚和王永安的这个案件情况 我当时很纳闷 在这个案件中 也没有人 举报我收取贿赂 我自己也没有收取贿赂 纪检监察部门 怎么能去听 我这个案件的案情汇报呢 因为按照规定 纪检监察部门 只能对干部的联系问题 进行调查询问 而对案件的实体审理问题 是不应当进行过问的 但是考虑到是我们纪检组的同志 又是领导干部过问 我还是带着倦宗 去了严长林主任的办公室 严主任 就先让我汇报了一下这个案件的大致情况 然后问问我 王永安有没有理能不能支持 我当时就说 王永安在这个案件中 是一点理都没有 而且王永安呢 事前呢 还通过其他人呢 试图向我 行贿被我拒绝 严主任 微微一笑 说 你 确实是输得太多了 有点输呆子气了 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这个案件呢 我们院里有关领导 也很关注 你不要太书生义气 我回到了办公室 之后想了想 就去找到了 陈信文 附厅长 把我跟严主任的汇报的情况 向陈厅长汇报 陈厅长答复我说 你该怎么办怎么办 那么 过了一个多时候 严主任又通过陈信文 附厅长找我 又让我去到他的办公室 汇报这个案件 那么这一次 严主任就问 你想一想明白啊 怎么样这个案子处理 你们行不行成具体的意见 我跟严主任说 我说王永安这一方的确没有理 而且我还告诉严朝领主任 王永安这个人的人品极差 他为了获取这个煤矿的采矿权 曾经用了布 曾经通过卑鄙的手段 运作公安机关 将王健刚抓进了监狱 在监狱中逼迫王健刚 写下了转让煤矿的一个协议 严主任表情很严肃 让我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 先不要急着 做出结论 回来之后 不久 我们就合议了这个案件 认为 山西高院的医生判决 没有任何问题 无论是在事实认定 还是在适用法律上 都能经得起检验 王永安在这个案件中 确实是没有任何道理 所以我们就维持了山西高院的医生判决 还是判王健刚胜诉 王永安败诉 但是在判之前 我也没有跟 严长林主任 偷气 打招呼 判决之后 没有几天 王永安就给我打手机 威胁我 说你很快就会吃到恶果 我当时以为 他是因为败诉了 心情不好 无非是歇歇一下 也没到回事 那么到了14年 人民法院出版社 和 政法大学的一个培训的 搞培训的一个同志 合作了一个培训班 对法院系统 进行 业务培训 那么我参与了 这个培训班 的讲课 获了 获利 十一万元 14年的6月 基监署 找我谈话 说是我涉嫌非法经营 要对我进行调查 到了6月17号 这一天 他们像往常一样 又把我叫到了基监署 调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当时我跟他们汇报 我说 我们听领导要把我派到江苏去 给江苏三级法院讲课 现在你们在调查我 我下午的课 是去还是不去 如果不去 如果 如果不能去 那我就要通知江苏高原 让他们赶紧的换人 季节苏的同志答复我 去江苏你该去还可以去 但是去讲完课后 你尽快的回到北京 配合我们调查 于是呢 6月17号下午 我就从北京 南站坐着高铁 坐到了徐州站 然后江苏高原在徐州站呢 派人把我接到了四千 下面的一个县 叫树阳县 当天晚上 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发生了 就文院的集结 组长张建南和何立 两个人 给当时的江苏高原 党组书记院长许贤飞打电话 要求对我采取最严厉的控制措施 并且要求派大量发言协助 把我抓捕起来 那么苏全宗院的院长唐晓夫 就按照江苏高原院长的指示 在一百多名法警的协助下 把我从 树阳的一个宾馆里面 抓捕到了树阳法院 当天晚上 我院纪检署的同志 就从北京赶到了树阳 对我进行连夜的询问 寻讯了一手 不仅是问我办法的 讲课的问题 还让我交代其他有经济上的问题 但是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也没有办法给他们交代什么 他们很恼火 第二天早上 又在发警的这种押送下 把握 从苏阳押送 到了高铁 又坐高铁押送回北京 除了北京南站 我院纪检署又拍了法警和警车 在南站门口 把我押回到了最高法院 关押在了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 继续询问 还是让我交代问题 但是呢 我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代的 所以呢 他们是很不满意的 东城区检察员反贪局 也来了两位统治 拿着拘留手续 要对我采取刑事拘留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事后听说的是 杜万华专委呢 找到了张建南 跟张建南讲情 说我只是参加了一个讲课 给培训班讲课 而且又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讲课 并且也都是给法院系统讲课 何必非要采取 行事拘留措施呢 张建南答复的就是 让反贪局的再查一查 看看再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不是更能说明这个统治是联解的吗 杜专委说 家人那样做不好 影响很不好 还是要纪检诉你们自己解决 不是解决 那么张建南呢 就听从了杜专委的意见 就不再让东城去解决 他要反贪局的同志带走我 而是由 我们院纪检诉论的同志 内部进行 審議 讯文 在这个案件中 我感觉到我本人 利用自己的所学的知识 在周末的时间 给法院系统去讲课 没有任何不对不当之处 甚至我们院里有些领导干部私下都认为 我不仅 这种讲课不仅不应该被禁止 而且还应该鼓励 甚至还应该提出表扬 那么 从我讲课这件事情 从集结组 立案调查 一直到 结果出来 一共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 最终 以我 非法经营为由 给了我一个 党内警告 和行政机果处分 到了16年 年底 我参加了 第八页全国师大金属青年法学家的评选 当时我是作为法院系统第一名的候选人 给报送到了中国法学会 但后来政治部通知我 说是我的档案里面的年龄 有凸改 是伪造的 就取消了我参赛的资格 而实际上我的年龄呢 并非是我本人凸改的 是 当时是 为了能够早上学 所以有些档案呢 写的年龄是前二年 但也有一些呢 写的是真实的出生年龄是七四年 文院政治部 就以 有多数 年龄突改为由 就取消了 我的参赛的 法学家参赛的评选资格 那么通过这两起 煤炭案件的审理 我个人有一点体会就是 当前的司法环境 并非完全都是一路坦途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写军的存在的 我们现在更多的重视 是 司法责任制 的追究 但我认为 我们还应该加强 对司法工作人员进行 政治上 物质上 和组织上的保障 让司法工作人员呢 的工作环境呢 能够更加舒心 不要被这些 不白之约呢 所蒙蔽 能够有一个更加和谐的 良好的一个工作的氛围